在最后这一小节 我们对我们已经完成的这个demo进行一些优化的操作 那么首先我们现在这个demo呢 还有一个小bug 如果有条件可以把这个demo放在服务器上 使用iPad来运行的同学呢 可能会发现这个bug 我们之前设计的逻辑都是假设我们的这个设备的尺寸 小于这个屏幕的尺寸 但是当我们使用iPad的时候 那么由于iPad的这个设备相对的比较大 有可能在某一个维度下 它比我们的这个图像要大 那么此时不满足我们之前的假设 我们之前的一些计算呢 就有可能出现一个问题 在这里头 left没有变化 仍然应该设置一个负的值 但是对于top值来说 此时不应该设置成负值了 相反对于blur image来说 它的top值应该是正值 但是无论是在我们设置剪辑区域的时候 还是最终把blur image的这一部分放在converse上的时候 那么这个多处的一小段 我们也要进行处理 我管这一小段呢 叫做thetop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在代码中应该怎样进行处理 我们在代码里再回顾一下 我们计算的这个left margin和top margin 那么我们之前都是默认 image的width和height的大小 比converse的width和height的大小要大 因此我们的这个left margin和top margin 我们都认为是正数在后面进行使用 但是刚才的分析告诉我们 有可能这两个值是负数 如果是负数的话 应该怎么样呢 那么首先对于blur image来说 还是应该使用它相反的这个数值 来设置相应的top和left值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的 使用字符串的方式加一个符号 我们应该就是将这个数值给反转过来 同时呢我们用stream进行一个强制的 类型转换来这样的写 这样一来top margin如果是负的 在这里就取正 如果是正的在这里就取负 下面我们需要修改的呢 相对可能比较绕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设置的这个剪辑区域 那么之前我们这个剪辑区域 都是以converse的边界为边界 然后刨除掉四边的一个半径的大小 在这里设置这个剪辑区域的原心 那么现在由于converse的边界内 有可能还没有那个image 这是因为我们的converse的height 有可能比image的height还要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呢我们首先需要计算一下 是不是存在我们刚才在PPT中分析的 这个the top和the left 那么判断的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算出来 这个left margin和top margin 是不是小于零 如果小于零 说明我们当前图像的那个维度 比converse的那个维度还要来的小 所以此时这个the left和the top就存在 我们取这个值的负值 否则的话就是我们一般面对的这种情况 我们取零就好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将这两个值融入到下面的计算中 我们取剪辑区域的这个原心的范围 除了要减去二倍的半径之外 还要看一下是不是存在 我们刚刚计算的the left以及这个the top 那么如果存在的话 我们也要把这部分编剧给减去 同时最后我们加的这个编剧呢 也要加上这个the left和the top 来保持这个一致 这样一来我们就保证了 我们选择的剪辑区域的原心 一定是在有图像的范围里 并且呢 举这个编剧是一个半径 这么一个大小 最后我们看一下 使用draw image需要修改的内容 那么依然是原先我们认为 left margin和top margin一定是大于零的 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个图像里 从left margin top margin开始的一部分 切到converse中 但是现在left margin有可能小于零 那么在这里头 这个参数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那么首先我们对此要进行一个修改 我们要判断一下left margin和top margin的大小 我们要将它们和零进行比较 选取最大的那个值 换句话说 如果left margin或者top margin是小于零的值 那么我们这个边界的起点呢 选择的就是零这个位置 下面我们看一下截取的这个范围的大小 之前我们截取的都是整个converse的大小 这是因为我们认为converse是包含在这个image里的 但是现在converse有可能某个维度不在image里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要判断一下converse和image究竟谁大谁小 所以在这里我将两个维度各取min的值 也就是如果converse小 我们就取converse的大小 一米值小 我们就取一米值的大小 那么同样的这个范围呢 也应该是被放在我们剪切到的目标位置的这么一个大小 那么最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将切下来的这一部分具体的应该放在哪呢 这里就又和我们之前计算的这个the left和the top相关了 如果left margin和top margin都大于零 那么没有问题我们就切在零零的位置就好了 但是万一他们小于零的话 我们就要把这个边局给留出来 也就是放在负left margin和负top margin的位置 为此呢我们这个坐标就应该选取这样的两个值 横坐标要看left margin是不是小于零 如果小于零的话 那么我们用的就是负的left margin 否则的话是零 相应的纵坐标我们就是看top margin的值 这样一来我们就同时将image比canverse还要小的这种情况也成功的处理了 我们来看一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可以看到当我们使用iPhone的时候 那么依然是我们的converse比image要小 我们的逻辑没有改变 这个程序运行呢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此时我们换一个iPad来试一下 换完以后我们要使用F5刷新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此时我们的converse是整个的这个设备的大小 但是由于一密质的某一个维度比这个设备呢要小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图像是以这样的方式聚中显示在设备中 同时整个功能呢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简单的测试一下 包括使用手来展开这个清晰的画面 那么到这里我们就修复了之前遗留的一个bug 如果对之前的这个数学推导 大家没有绕过来的话 可以尝试在纸笔上写写画画 把这些变量带入一些具体的值来测试一下 相信大家可以理解它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小问题 虽然我们在viewport中指定了这个users getable是no 也就是说用户不能对这个图像进行缩放 但是大家在设备上实验一下会发现 我们其实呢还是可以滑动 虽然滑动以后呢会马上回到原来的位置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想一个办法禁止滑动 那么其实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在js中添加相应的一个触摸的事件 那么在这里我监听一个touch start这样的事件 只不过在这个事件中 我马上阻止掉默认的操作 默认的操作就是滑动操作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滑动这个图像了 好了至此我们就已经完全完成了这个红包照片的效果 初始显示给用户一个模糊的图像 那么我们省略掉了支付这个过程 直接点击show以后就可以显示这个清晰的图像 如果有条件的同学可以尝试 把这样的一个web app放到自己的服务器上 可以使用微信发给自己的朋友玩一玩 相信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也相信大家在这个课程中都有所收获 最后我还是要向大家强调一下 同样的一种效果可以使用不同的技术来实现 对于这个微信金钱红包的效果 除了可以使用converse来实现 其实不用converse也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思考尝试一下 不使用converse如何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更不用提 如果有iOS开发或者安卓开发基础的同学 可以想一想 在客户端使用iOS的SDK或者安卓的SDK 如何实现这样的效果 希望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 大家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converse的使用 启发大家如何使用converse 结合到自己的web应用中 来实现不同的效果 相信随着大家不断的学习 能够越来越灵活的运用这些知识 灵活的使用converse强大的图形图像处理功能 实现出非常绚业的属于自己的web应用产品 大家都加油